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給我們的OL們 還不認識我們的大家 可以欣賞更多我們 其實平常還沒發現的一些才能 希望往後可以展現出更多的作品 這樣子 所以這一年來你們的成績還算滿的嗎 自己還算滿的 我覺得很感動 真的很開心 但是當然沒有完美的一天 就希望能繼續成長 會給自己打幾分 這一點下來 今年下來 我自己的話我給自己 100分 什麼意思 很敢給耶 100分 這100分是今年 這樣過下來我覺得好像每件事情 都有全力以赴 然後沒有留下遺憾 希望往後的每一年也可以 就是 全力以赴不留下遺憾 然後給自己打100分 那是其他人耶 我還是保守一點啦我打個60分啦 你差太多了吧 先有及格我們再求完美嘛 對 因為畢竟像哲言說的 人沒有完美的一天嘛 那我們只要持續的進步 然後把慢慢的把那40分慢慢的撞回來 這樣才會有一些動力存在 對啊 欸其實我想講我覺得應該至少給80分以上 不然那個歐勇們 歐勇們可能會覺得說 蛤我們付出這麼多才就是 對 但是可見就是完全比較謙虛 謙虛一點 謙虛跟保守 對 那這一年下來 除了心態上成長 那現在看到一些網路上的一些評價 比較不好的你們會有種心嗎 是喔 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要問一下子祥 對 子祥 子祥怎麼樣 哇 我沒有比較多 是因為 我 接觸的比較慢一點點 對然後 就是 心態上 雖然那個時候比較受傷 但是現在的話 我覺得會 轉化成一個養分跟能量 因為現在面對那些的話 我覺得我們都是 互相彼此的都會打氣 對 我覺得團員的打氣就 勝過一切的 那些 對對對 其實有一些的 那些留言其實是 比較多的指教 可能表演上 我們哪些需要做更好的 更客觀的去篩選一下 哪些對自己有幫助 對啊 對啊 吸收一些對自己有幫助的內容 沒有他們 我們也是 沒有辦法做得更好 對對對 那未來剛才有說 你們會有團眾嗎 對 然後剛才有講到說 好像是最展現你們最真實 最錄影 到底是多錄影 多錄影 多錄影 就是那種剛起床的時候 就直接開始扮演 還在水腫喔 還在水腫 基本上是整個大素顏 就上鏡頭了 還有 其實還有一些 就是我們 好遠啊 其實平常不太敢做的事情 然後 因為鏡頭 因為主題出來了 然後鏡頭在那裡 我們會被迫做出一些 我們不敢做的事情 誰吃蟲 你有吃蟲嗎 他沒有吃蟲 我吃很多東西 但是 自己吃了什麼 要看一下 要看一下團蟲 我們是有很多 對高度有恐懼的 那我們在裡面有一些客服 可能是跳高空彈跳 或者是 可能跳傘 或之類的 我剛才有說到你們會吵架 平常誰最會吵 其實吵 爭吵 我覺得我們六個都不分校舍 有一次 就是 因為文婷很喜歡 問那種 他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 然後 例如有一次 經紀人就說 欸我們東西收一收要走囉 然後文婷就說 他那個時候有聽到 他就在旁邊 然後就說 喔所以我們現在要收東西要走了 然後我就 模仿 我就模仿他 我想鬧他 我就說 喔是喔 我終於收一收要走 知道問題他一直問 然後他就生氣了 但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一開始剛出道的時候 我還 我還跟哲言不太熟 所以我覺得這一年的過程就是 從 不熟變熟 然後原本熟的人就有更多 磨合 所以我覺得這一年 裡面蠻有趣 就跟五個團員都是 對 那團眾 那團眾的部分你們有沒有 因為剛剛你聽你們說 是大自然那些嘛 那有沒有什麼受傷啊還是什麼 受傷 受傷 受傷倒是還好 但是我們就有慢慢變黑的趨勢 對 膚況有受傷啊 對 就是慢慢泛紅啊 變黑啊 這是 但是沒辦法 為了節目 我們只能 也不算是犧牲 就是 我們能夠跑外 外景也是 滿新鮮的體驗 對 其實不要做好保養 因為平常我們沒有什麼 去出外景的機會 然後透過這一次的實境節目 我們看到更多 然後也接觸更多東西 所以其實 滿感謝這個機會 滿開心的 對 隊長 好 那 今天是我們一週年 那我們六個真的非常 感謝所有偶有 我們從 我們成團出道到現在 然後 每次都那麼支持我們 然後平常看到 我們在低潮的時候 然後跟我們說 就是 我們成為他們的力量的時候 我們其實大家都是很感動很開心的 然後希望未來 我們也可以繼續成為你們的 我們的力量 然後 未來請多指教 謝謝 謝謝大家